中风后遗症案例 颅内出血嘛 对 是 是 是 所以 那开完刀现在情形 就是 这个摊 没办法讲话 这一个摊了 这个也摊了 没办法讲话 对不对 没办法吃东西 了解 那没办法吃东西 都用鼻胃管喂食 对 因为喝点东西他就会呛大 了解 那当时候发生的情况是怎么样 他说他不舒服 他脚会麻 我们就想说 赶快把他送去急诊 脚麻的时候他还有意识吗 有有有 他都一直没有昏迷 他都一直有意识 有有 那他只有说脚麻 然后去检查出来 身体不舒服 然后我们送急诊 他就说就照就说脑内出血 就给我病尾通知 了解 所以 是经过一个礼拜才手术 对 我才送到去动手术 那时候要救命 那时候虽然已经医血了 很严重了 西医也这样讲 但是那时候他情况怎么样 会比现在差吗 应该是他那时候还会讲一两句话 还会讲话 还会吃稀饭 还会吃稀饭 对 手术以后就 就不行 就是连讲话也不行 然后 就没办法讲过一句话 还有吃东西也没办法吃 对 对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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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